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混血儿很厚脸皮 用了厕所不要走 在她的家坐下来 她看见有红酒还是69年的Lafé 她自夸自己也很喜欢喝酒 她和曼姬喝起来 再聊一些心事 混血儿喝到很醉 她说喝酒不能驾车 要待在这里过夜 曼姬说可以叫Grab啊 混血儿说不要不要 我就是要在这里过夜 和你抱着一起睡 她想要了 曼姬有点害羞 越坚持的女孩 男人越想睡 最后满记被捅了 混血儿的爸爸是某个上市公司的老板 他还有个漂亮的秘书 一回到家 妈妈就问爸爸为什么那么晚才回 爸爸说工作啊 还需要开会啊 妈妈很怀疑爸爸 不知道他会不会在外面偷吃 爸爸说没有 不想和你吵 每天无理取闹 一进房间就看到一个年轻佣人在里面 爸爸问在这干嘛啊 我在寿司房间啊 老爷 我出去了 爸爸的眼神很赢 对他虎视眈眈 妈妈很担心混血儿啊 半夜了都还没回 打给他又不接 真的没有交代 混血儿不是玩玩的 他很认真的和曼姬开始交往 一段日子过去了 他也觉得是时候带他回去见家长了 曼姬不要 混血儿不管 还说就这个星期六一定要去 哇 原来爸爸真的有偷吃 对象是秘书 妈妈找私家侦探做调查 他一切都知道了 混血儿问妈妈 什么事 为什么敢用人走 妈妈说 他和爸爸睡了 所以就赶他走 混血儿说 这星期六会带女友回来吃饭 妈妈叫儿子小心 自从认识了他后 就很少在家了 这些女人一定是看中了你的钱啊 混血儿叫他别胡思乱想 曼姬不是这样的人 星期六来了 混血儿把曼姬介绍给爸爸认识 哇 感谢 爸爸游下 看到上 游上 看到下 可以说是用眼神来侵犯曼姬 搞到曼姬都不好意思 开饭了 曼姬说他是孤儿 所以都没什么好讲的 妈妈说 孤儿肯定很穷的 那么一定是很贪钱 尖酸刻薄的话 曼姬听到都没大喊 讲要去厕所 妈妈说 好 这里很大 你会迷路 我带你去 曼姬开门见山 为什么一直要讲那些难听的话酸他 妈妈说 自从混血儿有了女朋友以后 就很少回家 一直说他带坏混血儿 他是坏女人 曼姬想回家 混血儿问什么事啊 曼姬说 不舒服想回家 混血儿只要送他回去 隔天 混血儿说 这周末要带他和家人一起去海边玩耍 曼姬不要 还说妈妈都不喜欢他 混血儿说 他们之间可能有些误会 这周末他会帮他们两话节 曼姬说 给他时间考虑 混血儿赖他说 某时某日会来载他 到时间 干一呢 又先砍后奏 来到海边 他们之间都没互动 爸爸在讲电话 妈妈在缝衣服 曼姬就在画画 混血儿拉他去海边啊 我不要玩水 我不要 不要 混血儿硬扯他 去海边玩泼水 我不是说了我不玩吗 曼姬气冲冲的走掉 妈妈在准备这晚餐 哎呀 切到手 曼姬问 药香在哪里 我帮你止血 曼姬很细心的帮妈妈包扎伤口 妈妈看到他那么关心他 对他渐渐的改观 吃晚餐时 都有说有笑的 突然 秘书出现 要爸爸签文件 妈妈看到这狐狸精 真的没胃口了 就不想继续吃 晚上时分 都那么久了 为什么爸爸还没进来睡觉 他心想 一定是去了那个狐狸精那里 真的 爸爸去找秘书 在那里和他过夜 光明正大的偷吃 真的是服了 隔天 妈妈来餐厅 看见爸爸和秘书在亲亲我我 他别打喊了 他去拿水泼秘书 再拿一个硬体 砸爸爸的头 真狠啊 混血儿带曼姬去海边说 我一有心事 就来这里散心 今天不同 我很开心 原来他要求婚 他把戒指戴在曼姬的手上 曼姬不要啊 他说 才拍拖那几个月 那么快就结婚 加上最近经济不景气 搞不好我会裁员 真的没心情 混血儿说 很多公司赚钱时没有分给员工 亏钱时就要员工一起度过 这是什么道理 如果他的公司真的裁员 那更好 可以来他的咖啡厅做老板娘 曼姬不要还说 一路以来我讲不要的东西你就不理 一直帮我做决定 你有尊重过我吗 我不要好吗 I don't want I don't want 默默的看着对方 阿对 他们竟然闻起来 他们还搞在了一起 What the 可能知道做错事吧 妈妈一早就走了 爸爸在收拾行李 你要去哪里 我要离开这里 你居然为了那个狐狸精离开这家 一巴就打了过去 如果以前不是你用怀孕来威胁我 我就不会和你结婚 我也是被逼的 你奶奶的 我要和你离婚 妈妈很伤心 毕竟还有点舍不得爸爸 蛮技回到家 哇 昏雪儿坐在那里等他 你这样有我的钥匙 蛮技对他越来越反感 昏雪儿说 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那么急 以后什么事都和你商量 OK 看到他苦苦哀求 蛮技终于原谅了他 但是他的心里也不好受 因为他和他的妈妈搞上了 在昏雪儿的熟睡当中 蛮技拿他的手机 打给妈妈说想要见他 妈妈说 昨天他们喝醉 所以才做错事 蛮技说 他和女人搞在一起 是第一次 昨天我们的确玩到很开心啊 妈妈说 昨天只是一时醉意 做错事 就当做一场游戏 一场梦吧 妈妈还说 爸爸要和他离婚 今天心情不好 再会 蛮技很担心妈妈 面临离婚 做女人的 的确会不好受 蛮技还是去找了妈妈 我很担心你 所以回到家 又出来看你了 谢谢你的关心 很久没人这么关心我了 别相信 我会待在你的身边的 妈妈哭了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 为什么 为什么 别自己骗自己了 那天发生的不是梦 你对我是有feel的 妈妈最后还是和蛮技搞在一起 两人还在浴室里搞啊 一觉醒来 蛮技不见了 他打电话问他在哪里 蛮技说 在和客户谈工作的事 咦 但是手提电脑还在啊 混血儿觉得 事情不简单 往后的日子 蛮技就瞒着混血儿 和妈妈偷偷的见面 日子过得很快活 一天 他们三人在用餐时 蛮技还用脚 叫我来撩妈妈 真的调皮 一天秘书在某个酒店看到妈妈在check in 他发给爸爸看 你怎么在这里 爸爸说 你看这些是什么 你叫人去查我 你是不是疯了 你居然和我们的儿子的女友搞在一起 我没有 是你疯了才对 爸爸盖了妈妈一巴掌 你盖我 我和你死过 他们打起来 哎呀 妈妈被推倒 混血儿回来了 爸爸 你在干嘛 妈妈不想多说 隔天一早 妈妈就不在了 混血儿通知蛮技 混血儿说 会去度假屋看看 蛮技去回上次那个酒吧 妈妈真的是在那里啊 原来你在这里 我们回去吧 妈妈说 我不回 这几年我已经做到我妈妈和老婆应有的本分 我受够了 是我寻找我自己的幸福的时候 蛮技今晚陪我 蛮技和他再次搞起来 蛮技觉得自己很错 所以他决定要和妈妈来个了断 他留了个纸条给妈妈 说他们之间只是一场错 哎 不可以一错再错 是时候停止 妈妈不肯 他去找蛮技摊牌 还说 为什么 我们都很高兴 为什么就这样结束 他拿了小刀做威胁 蛮技只好妥协 好 放下来 我们慢慢谈好吗 嗯 爸爸忍无可忍 把真相告诉混血儿 混血儿接受不到 想不到骗他的人 就是最亲密的人 他接受不到 他发了一些照片给妈妈和蛮技 蛮技开始担心了 他立刻去找混血儿 他去到海边 没看见混血儿 只看见他的手机 蛮技也紧张了 不要做傻事啊 混血儿 嗯 看到他那么的在乎自己 混血儿出现了 你是 爱 我的 蛮技 混血儿 他想要了 他要搞蛮技 蛮技不要把他给推开 他被推倒 晕掉了 混血儿被送进医院 爸爸叫他以后都别出现在混血儿的面前 做出这些事 真的很让人丢脸 妈妈出来说 这一切都是爸爸害的 如果不是你在外面勾三大四 会搞到今天这样 蛮技不想再纠缠下去 妈妈抓着他 别走 别走 蛮技选择离开妈妈 他去看混血儿 混血儿没怪他 还说他是真心想和他结婚的 蛮技叫他先休息吧 这些事迟一点才谈 最后 蛮技选择离开妈妈 他也打给混血儿告诉他 不能够和他结婚 未来 他一定会找到一个真正 爱 他的女人 他不是一个正确的人选 混血儿很伤心 最后 他们一家三口 坐在一起吃饭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一个破碎的家庭 的确很多东西都会发生 耶稣讲得很对 爱是付出 而不是期望在某方面得到什么 就好像妈妈对孩子们的爱一样 纯洁无私的母爱 后来 我总算社会了 如何去爱 可惜你 早已远去 消失在人海 后来 终于在眼泪中 明白 有些人 一旦错过就不再爱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此为止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